黃大仙池打造了一個超新科技的元神殿 作為一個旅遊景點來說 尚算有點吸引力 但作為一個傳統的習俗拜太歲來說 似乎有點離譜 開頭我也是有這樣想的 但回頭一想 怎樣才叫傳統習俗 五十年、一百年、一千年 似乎沒有一個固定的程式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不同的年代 都會有人為一些傳統習俗 加入一些新的元素、新的創意 甚至乎有些宗教人士 可能為了開拓更大更新的市場 也經常想起很多新的花神 好像黃大仙池這樣做 我們撇除這個商業因素 其實又既環保又健康 有些宗教人士 說回拜太歲 太歲 太歲 很多人都知道就是木星 而有關太歲起源 傳聞就說 跟風神演義有關 話說 朱王的正印太太 姜皇后 經常罵朱王 我老公 你跟坦記搞事還搞事 又不帶安全套 如果有愛知的時候 就死火 讓坦記聽到他這樣中傷自己 就很生氣 所以就設計陷害姜皇后 朱王這麼欣賞坦記 坦記說什麼他都相信 所以他對於這位原配 就恨之入骨 首先就挖他雙眼 然後就將他炮落 類似韓國燒烤 監生整死的老婆 而朱王呢 原本跟姜皇有兩個兒子 一個叫殷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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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一早就上山學法 而殷嬌 就是咒王的大兒子 他的師父 廣誠子說 阿嬌仔 雖然你是咒王的兒子 但是你身負使命 要大義滅親 坐舟就滅傷 可惜神仙也是這樣說 廣誠子完全沒有想過 什麼老爸就會生什麼兒子 淫棍老爸當然有個淫棍仔 淫棍老爸當然也會有個淫棍仔 加上這條嬌仔 見到老爸偷握拐騙 都做得那麼好 除了有四個老婆之外 還有數不清這麼多貼士 不要說做淫棍 做契弟又怎麼說呢 所以自己的老母怎麼死 真是說知她怎麼死 不過她掛著做淫棍 除了忘了自己無料之外 更加忘了學師那時候說的話 她曾經說過 如果我助奏為約 將受泥坐 中國人最重視就是因果報應 所以姜子牙就拖行馬 除了她那兩大打手 伊朗神和拿渣之外 還跟佛教借障 找了這個賢登古佛 文殊菩薩 將嬌仔夾在兩座山之間 而港成子自己就執行家法 用這個泥頭 鑑生搓死嬌仔 嬌仔釘了之後呢 就被姜子牙封為直連太歲了 到底拜太歲又是何時開始的呢 那港就儘管說 至於是不是大家自己斷估 話說金朝 第六位皇帝金章忠先生 就是她老母 即是皇太后病了 那她為了媽媽的身體健康 所以又搞了一場叫做 拜本命星的大龍鳳出來 聽說拜完之後果然 所以拜太歲的習俗呢 也是由金朝那時開始的 到了南北朝的時候 太歲星君 就由一顆木星 變為六十甲子 後來還有人 為這班星君仔 找她老母出來 她老母是誰 那就是斗母 或者斗老元君 當然還有很多名號 不過我不在這裡說 因為實在太煩了 從此以後 這班孤兒仔 總算有個單親媽媽 接著又有人加上 南斗 北斗星君 做他們大佬 如果你喜歡 都可以嘗嘗巴結傳媒 灌一下他們迷糟 說不說 都會開個網台 給個節目你做 到時你還可以 餐餐在節目上說 斗母元君 每晚都會唱 CINGO CHINGO LITTLE STAR 來哄星君仔睡覺 狗說得多 當然有人相信 到時拜太歲 一定要唱 CINGO CHINGO LITTLE STAR 可能又會變成傳統習俗 都不奇 根據維基解密爆料 在2003年 上海城王廟炸撇人 和香港奉迎師兄館 一位名譽楚館合謀 合作 就完成一部世紀巨著 據說這部巨著 得到六十甲子星君神明啟示下 形成的 叫做太衰神略傳 至於他們是怎樣 跟這些星君拿料呢 是神打標童啊 還是扶機啊 還是玩鍵盤先呢 咦 說不定呢 用這個超新科的iPhone 打電話上高 和這個六十位星君 拿料都不定的 不過真實情況是怎樣 無人知道 只有他們兩個知道 對於 對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